大家好,今天来说说红油 红油是一种烹饪材料 有辣味,四川菜中的一种独特的工艺 红油主要是以四川的朝天椒加菜籽油和几种香料熬制而成 下面就来教大家怎么制作红油 大碗中加入100克粗辣椒粉,50克细辣椒粉 调入30克盐和35克白糖,综合辣味 再加入50克熟芝麻和50毫升高度白酒提香 最后再拌匀 锅中加入2500克菜籽油,烧至微微冒烟 制作红油一定要用菜籽油才正宗 因为菜籽油浓度高,香味十足 先加两勺热油,把辣椒粉拌匀 这样可以防止炸火 待油温稍微降一些 再下入姜片和八角,桂皮,香叶还有花椒粒 洋葱丝和香菜,还有小葱 低油温可以防止热油溅出 中火加热至香料全部变成焦黄色,然后沥出来 再少量多次的白热油倒进辣椒粉中 用边倒边搅匀的手法使辣椒粉受热均匀 红油最大的特点就是油渍呈现红亮色 鲜辣清香,可以用来制作各种凉拌菜 还有蘸饺子吃 再盖上盖子浸泡一晚上 让其充分的吸收和凉透 再来进行装罐就可以了 谁吃谁取 这样做的红油只要保证不沾到水 可以存放一年都没有问题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我是橘子,我们下期再见